哈喽大家好,我是二话 现在的小狼瓜又开始大量上市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狼瓜的家常做法 做好以后口感脆爽,特别的下饭 接下来请跟随我的视频一起来看一看具体的操作步骤吧 今天到菜场看到小狼瓜特别的新鲜 于是花8块钱买回两个,价格还是很便宜的 首先我们把小狼瓜放在流动的清水下 清洗掉表面的泥土和杂质 全部清洗干净后,我们把它放在菜板上 先用刀切去它的头尾 切好以后再把南瓜对半切开 然后改刀切成均匀的块 用刀把瓜软切去不要 瓜软在炒的时候会出水 而且口感也没有那么好 瓜软切好以后,用斜刀把南瓜切成厚度均匀的片 南瓜片全部切好以后,我们把它装入大一点的盆中 往盆中加入少许的食用盐 我们把南瓜来腌制一下 用手把食盐和南瓜抓拌均匀 刷出南瓜的水分 全部抓拌均匀后,我们放置一旁腌制五分钟 趁这个时间拿出几瓣大蒜子把它改刀切成蒜片 去了皮的老姜也把它改刀切成姜片 再拿出两个红杏椒,先切去它的辣椒地 然后再把它改刀切成马蹄状 将蒜辣椒全部切好以后,把它装入小碗中 拿出两根小香葱取葱白部分,把它改刀切成葱花 葱花切好以后,也把它装入小碗中 最后再拿出一块五花肉,把它改刀切成厚度均匀的片 入片切好以后,我们把它也装入小碗中 再准备一个小碗来调割料汁 往里面加入一勺生抽,半勺蚝油 再放入一点毛毛盐,盐不能加太多了 因为在腌制黄瓜的时候,我们已经加入了盐 再倒入少许的鸡精 再来上一点胡椒粉 一点白糖 再倒入半勺玉米淀粉 最后倒上小半碗的清水 用勺子把所有的调料都搅拌均匀 使调料全部化开 现在的小南瓜也已经植制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杀出了很多水分 接着用您发材的双手用力的挤压南瓜 挤出里面的水分 南瓜全部处理好以后,我们把它放入肉栏中 锅烧热,往锅中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后,把我们切好的五花肉倒入进来 开中小火,用锅厂翻炒五花肉 炒出五花肉的香味,也低炒出多余的油脂 五花肉炒至这样表面微微发黄就可以了 接着把我们切好的姜蒜辣椒倒入锅中 继续用锅厂翻炒,炒出姜蒜辣椒的香味 姜蒜辣椒炒香以后,把我们切好的葱白也加入进来 继续用锅厂翻炒,炒出它的香味 全部炒好以后,把我们挤干水分的南瓜片倒入锅中 这时候我们就要开大火翻炒了 如果用小火翻炒的话,黄瓜会出水,而且会发黑 亲爱的朋友们,视频您都已经看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的话 麻烦记得用您发炒的小鼠帮我给赞评论与转发哦 您的每一条评论与留言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也是我坚持的动力,再次感谢你们 我每天都会分享一道不一样的家常美食 给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家常美食 总有一道适合您 黄瓜在锅中翻炒一分钟左右后 把我们调好的料汁也加入进来 继续用锅厂翻炒 让每一块南瓜都均匀的裹上料汁 再次翻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我们来看一下颜色是不是特别的漂亮 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有食欲呢 接下来我们把炒好的南瓜装入盘中 就这样一旁口感脆爽 特别下方的小炒南瓜片 我们就已经做好了 操作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简单呢 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南瓜 吃起来口感特别的脆爽 特别的西铁 里面加入了五花肉 吃起来会更加的香 如果您也喜欢吃南瓜 就不妨收藏起来试一试吧 结果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二话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